远程登录啊 如果是记得 如果是另那时和那个什么呢 如果适合那个windows啊 然后接着你两个之间 你记得我们通常都windows来远程那个令那时 基本上没有令那时和远程windows了 他也没有设定这个软件 有可能有啊 我没弄过啊 有有谁有谁是呃 直接那么来弄啊 很少啊 基本上啊 那接着如果说你的你这个假如说我这一个是那个什么呢 我这个是windows啊 好我在windows要远程他 那接着我是要给你拼通他 然后接着就他要远程他呢 你需要记得在这里面windows 远程登录谁 令那时需要 借助 借助一些远见的啊 那接着我们先用远见是谁 是这个 然后接着你在这里面要注意 远程 远程登录 前 需要 测试一下 对网络是否 拼通 然后如果你拼不通的时候你就别想连了 这想的就是说你上网的时候老师我这个上不了网啊 我这会看不到你屏幕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长网线是不是 那这样就肯定不行了嘛 是不是这种啊 这类似的每一个啊 然后接着 不过 不要像这种很正常啊 以后写网络是有可能我们也会放这么有错误啊 然后是开了 好 接着另外一种 但有可能像我以前那个工作那种啊 是不是我有可能就是我的系统是什么 Linux啊 是不是 有有可能是这一个 这时候呢 Linux只要你装了那个SSH呢 他是自带一个 就说只要我们装了SSH 他自带可以 有这工具可以用的 你就可以直接就可以连他了 我同样的连那个 253那个小伙伴的啊 那现在我连的时候 你看一眼我直接在这里面连啊 好 我在这里面连他的 我在这个虚拟机连他的 就相当于说我远程登录他是哪个哪个平台 Linux是连他嘛 好接着在这里面呢 我就要连他 所以我先给他看一下这边需要一些命令哦 这个暂时你可以了解一下 因为暂时你可能用不上 回去练一下 SSH-L 这是固定的 后面是他的一个用户名 那个用户名是不是他叫ITCast 然后接着后面是他的IP 他的IP是192.168.41.253 好接着这样大家看啊 那我在这里面我就用这一个 要你看清晰一点 是我这一个机器连他的 好接着来一个 SSH-L 用户名 ITCast 然后后面写一个是他的一个什么 192.168.41.253 你会发现是有图形界面方便一些啊 这种还敲命令是不是啊 那接着我来一个 好接着这边呢 YES和LO你直接写个YES就先或者歪 我不用把这个是不是理想秩序这个链接 YES 比较紧接着 实际上 我小做一步 我做小做哪一步 我是不是应该先拼一下他啊 我就没有拼啊啊 你要养成就习惯 那接着输入他那个密码 好接着OK了 那这一个你看到呢 这个是不是一样 因为中文这个有些还是有些乱嘛 这边你要选边嘛 你不要选啊 选完之后我跟害怕你恢复不了啊 在这边你还要选一些了 有也可以选边嘛了 嗯 我看一下这样了 兼容器啊 你看到了吗 也可以选边嘛 莫言是什么 UTF干吧啊 啊 这个了解一下 所以最终你发现了 相互之间也可以啊 我这个平台就算我是Linux 是不是我也可以连他了 就算我是Windows 我也可以连他了 那就相当于说我什么样的平台 不影响了吧 只要你公司给我搭建好 给我创建好用户 我就可以连了嘛 那现在有一个这么一个问题 那接着你可以连 是不是有可能你们直接需要数据共享啊 所以现在我想做一个操作 我想把他的这个test 他的 然后拷贝到我某个目录 那我这时候也需要一个命令 这边命令有很多 我只是简单举一个 有些不同平台 可能有所差异 那怎么商户之间来传呢 你可以用一下 他里面有个SCP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就可以 可以商户之间传的 然后当然了 后面你还会到后面阶段 还会学个FTP 我们到就业版 我们到就业版的时候 我先用这个啊 好 这个命令就可以相互之间 你这一个这两个机器之间 你可以传一些资料啊 可以传文件加 也可以传 目录 传文件也可以 那接着怎么来弄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很多 我需要做的是把 远程的一个目录 卡复制到本地 那怎么来弄呢 你在这里面看着啊 回到这里 现在呢 我这里面 我这一个 现在这个机器是那个253的 然后我刚才的机器是什么 我刚才那个是87吧 我是不是在这里面远程登录他了 那我现在远程登录他了吗 那紧接着远程登录他了 那现在呢 我可以怎么弄呢 我可以 我不登录他 我直接把他某个目录东西拷贝 到我这里面 那接着怎么弄我可以退出啊 我退出ESIT 就退出嘛 退出这个登录 好 现在去去到什么地方了 是我本身了吗 那我本身的时候 我把他的 我我知道他有个TESTA吧 我把这个TESTA 拷贝到我 我某个目录 那接着我就要用这一个命令啊 红色字体就了解这个就够了 有一些可能 第一个就肯定可以了 其他可能有可能不同的平台不一样 SCP 命令-R 代表的是文件夹 好 接着这一个是对方的 远程那个名字 是IT class 卡斯塔 然后接着后面加个 at 哇 微信 微信是可以at人了 微博啊 主要是把at一下 后面这一个是什么呢 这一个就是我们他的一个IP 那接着我们怎么写啊 如果那个的话 来一个 SCP-R 那接着是不是IT卡斯塔 然后 ST 然后add 然后192.168点 他的IP啊 对方的IP 然后接着 41点多少 253 然后紧接着 冒号就说你要拷贝哪一个了 我都没看清楚 他那个 波浪号里面的那个什么TESTA 我简单写一下 等会要 我要把这个文件拷贝给什么地方呢 那接着我在这里面我就可以写一下我 我拷贝完之后 我在这里面我可以写一下我的文件名啊 就说我拷贝到 麦克 他就会拷贝到我当前目录 把你这个TESTA改个名字叫什么 麦克 好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好我看一下在这 嗯 他的用户名叫什么 也叫IT class是不是 你这个上 这是加目录是吗 是加目录 那接着我我考一下 S 什么 cp 杠啊 了解 IT cast 然后接着什么 at 他的 ip 192.168点 多少 41.253 然后紧接着 我看一下我 我先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TESTA 没有吧 好 接着来一个 嗯 SCP 杠啊 后面到什么 是不是 IT CAST 这个不常用 我有时候我也 忘啊 192. 点 41.253 了解着 冒号我要去他的那一个加目录里面有一个这边不能补传了加目录里面是他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TESTA 我要拷贝到什么地方我拷贝到我可以拷贝到我这个当前目录了解着我可以也叫TESTA吧 是不是 可以吧 那接着我们来一个 你里面啊要密码这个要密码了啊 好接着啊我看一下他没有这一个我看一下写错什么地方了IT 呃我看我是不是写错了我看一眼在这啊呃去到这个TESTA 然后接着我看一下PWD哦小写了一个我小写了一个我小写了一个东西home了吗这要问题了吗我在这里面写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写了只是写了什么我不能用写了这个是小写个home所以我再来改一下回来接着在这边加个啥 home可以吧那紧接着这边应该没有错了吧好紧接着再写一下哦密码我都写错了错了没关系等会再来嘛 好我们来一个好这个OK了吗然后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我这边是我这边我看一下有没有啊好接着来一个LS 要LS地方有一个TESTA吧那姐我进去看一眼 CDTESTA好LS一下有没有过来啊那接着你看一下这边的这一个我现在这里面远程登录他了吗我看一眼他的TESTA的东西 CDTESTA呃这边哦已经进来了一样了吧所以最终啊两者之间都可以那肯定谁更加方便了是windows这个啊因为你不需要敲命令了嘛不需要敲命令了 呃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是因为以前我就这么来弄了因为以前我的物理我的物理机就跑这个所以老大经常给我考资料就这么来考所以我对这个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就把它加进来了嘛但有很多种方式啊 给这种情况 好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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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